充滿中藥味的湯頭 搭配上對味的排骨 甘甜的味道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相當喜愛 也難怪每到用餐時間 常常都是大排長籠 這一家賣了30年的中藥排骨 原本是位在新一路上 這次隨著埔里農會懷舊夜市的開幕 生意更上一層樓 讓業者對於夜市未來的前瞻性 充滿無限信心 這次農學家說要五分給手來吃 這次人都換來 剛才四年都不會爆了 看媽媽看得更好嗎 以再來米漿做成的外皮 包入新鮮食材餡料 老闆秉持手工現做現蒸 一口咬下 再搭配上養生的四神湯 清爽Q彈的口感 讓人回味無窮 我們的肉呢 就是都會先醃製好之後 然後急速冷凍 所以都是還蠻新鮮的 那我們的那個皮呢 就是用再來米漿 對 所以它的口感會比較Q一點 因為現在人就是以健康為主啊 然後我們就是用清蒸的話 它就是 嗯 熱量比較低 活跳跳的龍蝦 多樣化的新鮮食材 加上經濟實惠的價格 也難怪店裡總是坐無虛席 另外還有古早味的杏仁茶油條 以及新鮮雞肉為主角 料多味美的大亨堡 連拿滿目的小吃美食 真是叫人無法抗拒 吃起來很夠味 然後它醬的味道也沒有搶去 那個香腸的香味 然後也不會太乾 吃起來剛剛好 相當好吃 很好吃 很多朋友講 跟我介紹說很好吃 所以專門來的 果然是 就如大家所講的這樣子 沒有讓我失望 老店新開的埔里懷舊夜市 是15年級生的記憶 想起善事年前的夜市情景 令人無限懷念 寧願王彩雲感謝農會的用心 期望藉此能留住夜宿小鎮遊客 並帶動老舊市區周邊商機 我們保理町農會這次再一次 把我們保理町農會頭前做這個雅仕 也順著我們南行街 小安路 這些商家能配合 把我們保理町 我們的特色小吃 都會能夠展現出來 業者的用心經營 就是希望讓每位上門的顧客 都能享受在地的美味 也希望能讓外地的遊客 品嘗到這在地人最熟悉的味道 進而喜愛上埔里小吃 民意新聞頭一輪 埔里採訪報導 臥 臥 MING PAO TORONTO